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麥全道 歡迎大家回到每個星期一次的主日學課堂 經過了幾場雨水之後 我們的氣溫真的跌下來了 進入真正的冬季 我們出外都要穿多件衣服 其實在屋裏面都要記得着重去保暖 在這段疫情的期間 我們更加需要保守自己有健康的身體 今天是張臨期的第三主日 題目是 喜樂 Rejoice 讓我們在上帝的裏面 我們得到喜樂 今天的崇拜 我們會點起粉紅色的蠟燭 去紀念恩著耶穌基督的降生 帶給我們世人有一個的拯救 有一個與上帝 重新修復關係的 一份的盼望 這個是值得我們喜悅的 願意我們去紀念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更加知道 在這個聖誕節 我們要將這一份的福音 將這一份的救恩 這一份充滿著喜樂和盼望的人生 去向身邊的人傳開 讓他們都同得這個福音的好處 讓他們都能夠分享這一份 從上帝而來的喜悅 當我們回來歷代之下第23、24章的課堂的裏面 今天都帶給我們一個故事 我們隨著這個時序 說到他約阿斯登基做有大王 他在起初登基為王的時候 他跟從祭司給他的吩咐 依足上帝的律法去做 以至在國家的事情上 他做得非常好 但後來 事情有所轉變 今天讓我們打開聖經一起去學習 在故事的裏面 我們去認識 我們自己的生命 人的軟弱 和人的需要 我們低頭祈禱 天父上帝主多謝你恩典 從歲手到年中 你保守我們有平安 當我們進入年尾感恩的季節裏面 讓我們學習每一天去數算主恩 每一天去數算上帝你在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能夠察覺得到 或者我們沒有察覺到 你已經給了我們的祝福 給了我們的恩賜 你的工作 你的作為 天父求你幫助我們 特別今天是張臨期的第三主日 我們去紀念到從上帝你而來的喜樂 這一份藉著耶穌基督 救主降生世上 給我們的人生當中一個 大的盼望 大的倚靠 讓我們去紀念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心裏 能夠有從你而來的平安 我們亦都願意努力 在這個聖誕節的期間 這個節日的假期的裏面 我們將這個福音 向我們身邊的人傳開 向我們的家人 向我們的親友 向我們的同事 向我們所記得記掛的 我們知道他未曾認識你的 我們向他報佳音 將這個福音 將這一份的訊息 給他知道 以致人的生命能夠知道 有上帝的指引 有上帝的方向 我們能夠過 更加美好的人生 更加豐盛的生命 天父多謝你 求你與我們同在 求你的靈 進入我們心裏 當我們打開聖經 去看的時候 你讓我們去明白 你讓聖經 對我們說話 讓我們生命有改變 討告奉耶穌的名 阿門 好了 我們打開聖經 歷代之下 今天我們會看 23章的尾段 和第24章 接著前文 我們看到 這個邪惡的太后 阿他利亞 她死了 她被民眾殺死 猶大國 終於 在祭司 耶和耶大的帶領之下 重新 回到正確的道路上 他們高納了 大衛家的後裔 約阿斯 做猶大國的君王 並且祭司 耶和耶大 要幫助他們 重新 來到上帝的面前 無論是國民 無論是 約阿斯 自己本身 都要在上帝的面前 立約 以上帝的律法 和對上帝的信服 為他們侍奉 和治國的方針 令到國家 重新回到正確的道路 在《舊約聖經》的裏面 我們看這個列王基 歷代之 我們會看到 當人墮落的時候 若他想起上帝 若他能夠回轉的話 他們能夠重新 與上帝有一個和好的關係 當中會有很多的經歷 但只要他們願意的話 上帝仍然處處接納他們 今天的故事又如何發生呢 我們一起看 《歷代之下》第23章 第16節 《夜夜夜大與眾文和黃立約》 都要做耶和華的文 於是眾文都到巴力廟 拆位了廟 打碎壇和將 又在壇前將巴力的祭司 馬坦撒了 夜何夜大派官看守 耶和華的殿 是在祭司利美仁手下 這祭司利美仁是 大衛分派在耶和華殿中 照摩西律法上所寫的 給耶和華獻繁祭 又按大衛所定的例 歡樂歌唱 且設立守門的 把守耶和華殿的閣門 無論為何事 不潔淨的人 都不准進去 由率領百夫長和貴就 由與民間的官長 並國中的眾民 請王從耶和華殿下來 由相門進入皇宮 立王坐在國位上 國民都歡樂 合成都安靜 眾人已將 阿他利亞用刀殺了 我們讀到這裏 在這段裏 記述著祭司夜何夜大 如何與民與王 一同在上帝面前立約 他們要做上帝的子民 所以 他們立即有個行動 就是立即 去到巴力廟 拆毀了廟 打碎的壇和仗 即是 要將他們所有外邦 敬拜 敬拜假神的方式 雜族 甚至乎所有的廟祭治 連那個 祭巴力的祭司 全部都拿出來 全部殺了 清除了 這是信仰上 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就是當我們選擇 跟從上帝的時候 其他的偶像 其他的那些信念 我們所認識的 以前從前 努力專心去尋求的 那些 其他的信仰 我們要完全放下 專心的 跟從上帝 專心的 以上帝為主 唯一的主 所以 他們把祭壇上所有的事 都處理好之後 他們立刻回到上帝的殿 找祭司 利美人 全部 守住 然後他們就要 按大位所定的禮 去歡樂 過場 去讚美上帝 去敬拜上帝 獻凡祭 去認罪 重申 來到上帝的面前 要去謹慎 遵行 上帝吩咐的律法 於是 所有的人來到 上帝的殿的時候 就請 皇帝來到當中 約雅斯 就在這個情況之下 登基為王 國民都歡樂 合成都安靜 因為 他們已經將 之前的邪惡的太后 處死了 解決了問題 新的開始 臨土 故事又如何發展下去呢 我們又一起看下去了 歷代之下 第24章 當約雅斯做王 他第一樣要做的 就是 重修 上帝的聖殿 我們一起讀 約雅斯登基的時候年七歲 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年 他母親名叫西比亞 是別是巴人 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時候 約雅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耶和耶大為他娶了兩個妻 並且生兒養女 此後 約雅斯有意重修耶和華的殿 便招聚眾祭司和利美人 吩咐他們說 你們要往猶大各城去 使以色列眾人捐納銀子 每年可以修理你們上帝的殿 你們要急速辦理這事 只是利美人不急速辦理 王趙了大祭司耶和耶大來 對他說 從前耶和華的伯仁摩西 為發貴的帳幕 與以色列匯眾所定的捐行 你為何不叫利美人 分為正的事 如果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祭司在這的時候 他就做正直的事 在上帝的面前 看為好的事情 言下之意 當耶和耶大不在的時候 他離開了上帝 故事如何發展 我們一起看下去 一直 都是繼續做一些 好的事情 就好像約雅斯 知道聖殿的需要 因為阿他利亞當時 用和他的神博 將上帝的殿毀壞了 甚至乎 將聖殿裏面的聖物 供奉巴力 於是 這個約雅斯 決心 一定要 要他們去籌錢 要儘快 要急速辦理這事 要將這個聖殿 重新收好 但當中有一句 第四節尾 指示利美人不急速辦理 這裏不是說到利美人跟他唱反調 這裏的意思是說到 利美人沒有辦法 去滿足到他急速辦理的意願 因為如果你記得清楚 利美人他的工作 是在憲制 和敬拜上帝的那些事情 那些聖職禮儀的事情 他去做的 專門的 是那些事 如果要他去籌錢 要他去修建聖殿 那些其實並不是 他們所熟悉的事情 所以 他們沒有辦法 照王的吩咐 去急速辦理好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 去處理好 我們看看 約阿斯 結果做了些什麼 由第八節開始 於是皇下令 眾人做了一季 放在耶和華殿的門外 又通告 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 要將上帝 牧人摩西在曠野 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項 給耶和華送來 眾首令和百姓 都歡歡喜喜地 將銀子送來 投入貴中 直到捐完 你未人見銀子多了 就把貴抬到皇所派的私事面前 皇的書記和大祭司的屬縣 來將貴倒空 仍放在原處 一日都是這樣 積蓄的銀子甚多 皇與耶和耶大將銀子交給耶和華殿裡辦事的人 他們就僱了石杖 木杖 重收耶和華的電 又僱了鐵杖 銅杖 修理耶和華的電 工人操作 漸漸修成 將神殿 修造得 如從前一樣 而且 甚是堅固 工程完了 他們就把其餘的銀子拿到皇與耶和耶大面前 用以製造耶和華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條根並金銀的器皿 以後耶大在世的時候 眾人尚在耶和華殿裡獻繁祭 這代之下 技術著約阿斯在位之後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收造 上帝的殿 重新 將這個由阿他利亞種子拆位的聖殿 好好地 修補過來 讓人能夠在裡面 敬拜上帝 去獻繁祭 於是他就吩咐利美人 去籌錢 去修補上帝的殿 但是利美人 沒有辦法在這件事情上面做好 我們一起就來看看 究竟為什麼 頭一次的 修補聖殿的那個計劃 失敗了 他將聖殿的工作 修理的工程 財務 由祭司利美人去做管理 這個吩咐 其實並不妥善 利美人他們的本職 剛才我們提過 他是管理 制製 敬拜禮儀的事情 他們是 去認識 律法書 並且向人民宣告 這個 才是他們 原本的職責 所以 他們既然 在修理 侍奉上帝 做教會的工作 福音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都要按著每個人的特點 每個人特別不同的恩賜財幹 要去分配工作 這樣才能夠達到更加的效果 才會將事情 可以完善 做好 就好像在新約 使律行轉的時候 他講到 傳導的要專心的傳導 其他 的事情 管理飯食 特別去選派了七個有明星的人 讓他們去處理這些事務 所以 回到這裏 他們開始 去籌款 見聖殿的事情 在起頭的部分 沒辦法 做好 第二次 去籌募這個經費 收這個聖殿 為何又能夠成功 其實 都是多得約阿斯的領導 多得他的智慧 約阿斯就決定 要在聖殿的門口 放置一個捐款的櫃 放在那裏 讓百姓自由地去奉獻 自行地去捐他們 認為心裏有感動 所應該要捐獻 為聖殿的收造工作 重新去籌款 這次的收造聖殿的 籌募 是出於 自願的形式 更加 將 捐款的管理 完全去透明 公開 人家能夠看得到 知道錢用在哪裏 於是這樣的緣故 人家更加知道 好像最近我們會看到 一些新聞都說 那些人 助養小朋友 錢又不知道去了哪裏 那件事 可能很多的誤會發生了 可能很多的欺騙都不定 令到人 心想去做善事 去捐助 做好事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的顧忌 我們沒辦法 好像聖經裏面所說 因為不法的事增多 人的愛心 就冷淡 雖然我們有時候會很想去做好 但是我們有很多事去衡量 究竟 是不是這樣做呢 錢是不是真的 擺在 有需要的地方 在上帝的教會裏面 建立一個 聖結的教會 還是錢 用在其他事情上 浪費了其他部份 這很多時候 都是我們現在基督徒 心裏面 有時候都會去思想想的問題 所以當籌募經費的時候 約阿斯做了一件好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公開 透明 給人去看到 同時 多人的去做監督 當那些管理是互相的去監察 互相的制衡的時候 權力就不會坐大 錢 就不會流到任何其中的一方 或者 錢 能夠專注 在這個重修聖殿的部份上 所以這個工程 就能夠快快 可以完成 這是多得約阿斯 用他的 智慧 做出這樣的安排 約阿斯登基做猶大王的時候 一直以來 就有耶和耶達在他的身邊 去幫助他 去監督住他 怎樣 可以走在上帝眼中 捍衛症的路 但當耶和耶達年老 日子滿足的時候 當他死的時候 約阿斯又怎樣 繼續走前面的道路呢 我們一起看下去 歷代之下 24章第15節 耶和耶達年紀老邁 日子滿足而死 死的時候年130歲 葬在大衛城列王的墳墓裡 因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 又是奉上帝 修理上帝的殿 耶和耶大死後 猶大的眾首領來朝拜王 王就聽從他們 他們離棄耶和華他們列祖上帝的殿 去侍奉阿斯拉和偶像 因他們這罪 就有憤怒臨到猶大和耶路撒冷 但上帝形顯先知到他們那裡 引導他們歸向耶和華 這先知警戒他們 他們卻不肯停 我們先讀到這裏 耶和耶大年老 離開了這個世界 離開了約阿斯 再沒有了一個規範 在約阿斯無論他執政 或者他個人的生命上 發生什麼事 當然有其他人出來 猶大眾首領 就趁著這個機會 去巴結約阿斯 希望討他歡喜 而結果這個約阿斯 就是受到 這幫來擁護他身邊的人 聽了他們的說話 就走錯路了 他們就離棄了上帝 都不止 還要背棄了上帝的殿 去侍奉阿瑟拉和偶像 完全放下了 和上帝之間的 一神的敬拜 完全背棄了他們自己的信仰 去拜偶像 拜其他 外邦的神榮 因為這個罪的緣故 憤怒就臨到 猶大和耶路撒冷 不過 上帝仍然猜遣先知 去他們那裡 引導他們 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這個先知 警戒他們 結果 他們不肯聽 真的很可惜 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時 上帝的靈感動祭司 耶和耶大的兒子 撒加利亞 他就站在上面對文說 上帝如此說 你們為何干犯耶和華的戒命 以致不得亨通 因為你們 利棄耶和華 所以他也利棄利末 眾民同心謀害撒加利亞 就照王的吩咐 在耶和華殿的院內 用石頭打死他 這樣 約阿斯皇不想念 撒加利亞的父親 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 殺了他的兒子 撒加利亞臨死的時候說 冤耶和華監察生怨 滿了一年 阿蘭的軍兵上來攻擊約阿斯 來到猶大和耶路撒冷 殺了民眾的眾首領 將所略的財貨送到大馬士格王那裡 阿蘭的軍兵雖來了一小隊 耶和華卻將大隊的軍兵交在他們手裡 是因猶大人 利棄耶和華他們列祖的上帝 所以值阿蘭人懲罰約阿斯 阿蘭人離開約阿斯的時候 他患重病 神伯背叛他 要報祭司耶和耶大兒子流血之仇 殺他在床上 葬在大衛城 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墳墓裡 背叛他的 是阿門婦人 是米亞的兒子 撒拔和摩亞婦人 是米尼的兒子 約撒拔 至於他的眾子 和他所受的境界 並他重修神殿的事 都寫在列王的轉上 他兒子 阿瑪謝 接續他做王 當我們去看以上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段 恩將仇報的故事 當時 這個約阿斯 因為巴結了其他朋友 他離開了上帝 因為沒有了耶和耶大 在他身邊 他就真的 完全 背棄了他之前所做過的事 甚至乎 打回圓形 走去拜偶像 忘記了上帝 上帝 也顧念他 派先知耶和耶大兒子 撒加利亞 去到他身邊 告訴他 上帝說 你們為何干凡上帝的戒命 以致不得亨通 你面對問題 面對這個墮落 是因為你干凡了上帝的戒命 因為你們離棄上帝 所以上帝都離棄你們 結果那班人怎樣 那班 中文 同心謀害撒加利亞 聽到上帝 對他們的提醒 聽到先知 對他們的吩咐也不要緊 他們聽王的吩咐 照王的吩咐就在上帝的殿 的院裏 用石頭打死了上帝的先知 撒加利亞 這個是 耶和耶大兒子 當你看到這裏的時候 我突然會記起 這個 約阿斯的聖名 其實是由耶和耶大所救回來的 記得在當時 就是這個 阿他利亞 要殺了所有 然後能夠繼承猶大國國位的 那班 王的後代 這個耶和耶大的太太 就把這個 約阿斯 收藏在聖殿裏面 住了六年 這個是我們上一堂 上一章的經文裏面看到的 耶和耶大 照顧著這個皇帝 而不是奪了他的 皇位 他最後 在他大過七歲的時候 就立他做王 一直去扶持他 一直去跟他一起去 建立重新的 建立和上帝的關係 重新的興起 這個猶大國 怎知道現在 恩將仇報 他 當這個耶和耶大兒子 撒加利亞 提醒皇約阿斯的時候 約阿斯 就吩咐人 去打死他 還要在哪裏打死 在上帝的殿 院裏面 打死他 嘩不得了 這個約阿斯 就沒有想念到他父親 耶和耶大 在他身上 做的事情 甚至乎 殺了 耶和耶大兒子 這個撒加利亞臨死的時候 就說了一句 怨耶和華 監測新怨 要臨死 就被人用石頭打死的時候 他就說 求上帝 伸這個的怨 結果 上帝就真的 報應這件事 滿了一年之後 阿蘭的軍兵 就上來攻擊 約阿斯 去到耶路撒冷 就搶了所有的東西 阿蘭的軍兵 來了一小隊 但聖經裡面這裡說 上帝就把大隊的軍兵 交了在這個 阿蘭的軍隊 裡面 令到他們 可以完全擊敗 約阿斯 最後 阿蘭人離開約阿斯的時候 約阿斯自己身患重病 他身邊的神伯 都背叛他 為甚麼 因為要報祭司 耶和耶大的兒子 流血的仇 於是就在床上 殺死了他 將他撞在大衛城 這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撞在大衛城裡 不是撞在列王的墳墓 不是當他是皇帝 撞 但如果你剛才 看經文的時候有留意到 就是 耶和耶大過身的時候 所有的人 將他撞在大衛城列王的墳墓 因為 他在以色列人眼中 向上帝行善 侍奉上帝 修理上帝的殿 所以 當了他是用一個 皇帝的身份 去安葬他 但是這個約阿斯 人就唾棄他 認為這個約阿斯 根本不配 是做皇帝 所以就沒有將他 擺在列王的墳墓 最後就說到 是由約阿斯的兒子 阿瑪謝 接觸約阿斯做皇帝 24章的後半節 記載著約阿斯生平的最後一段 說到他怎樣在信仰的事情上墮落 離開了上帝 他將之前所有的宗教改革的政策 延續了下來的東西 全部都在他自己的手上一一棄絕 甚至 他殺害了那個 提醒他 警告他的祭司 薩加利亞 約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生前 他一直行上帝眼中汗為正的事 甚至他重修聖殿的事情上 立了很大的功勞 但當耶和耶大死了之後 他就好像失去了方向 他轉了去聽他的朋友 聽那些來奉承他的人 所說 去拜偶像 甚至乎 殺害先知 甚至乎 為所欲為的 去敬拜偶像 離開了上帝 最終他就被他身邊的神博 殺死了 在約阿斯的身上 我們可以看到 他對上帝的那份關係 他的信仰生命 好像是完全建立在 在耶和耶大的身上 他沒有自己 親身的 去尋求上帝 沒有自己 親身的 去建立 和上帝之間的關係 他對上帝的那種的敬畏 他對上帝的那種的倚靠 對上帝的那種的倚靠 對上帝的那種的 主的門徒 都是耶穌基督的門徒 我們要以此為鑑 我們信仰的生命 是講我們個人 和上帝之間重要的關係 我們在我們個人的生活上 在我們自己安靜的時刻 我們是否真的能夠 去尋求上帝 我們每次 主日去參加崇拜 在主日學課堂 茶經班的裏面 我們 祈禱會的裏面 我們會一起讀聖經 一起去親近上帝 一起去討告 一起去唱詩歌 但是到我們個人的生活上 我們安靜下來的時候 我們是否真的 會一樣的去討告 一樣的會去看聖經 一樣的會去唱詩歌 去思念上帝在我們個人生命當中 大大的作為 我們的信仰 是否會因為 事情的轉變 而被影響 我們 是否可以真的定義的 主動去認識和親近上帝 以致我們的信心 不會因為人的轉變而受影響 也不會因為人或事情的失敗 而受到動搖 甚至乎 不會被一些屬靈的群體 或者屬靈的領袖 他們的跌倒 他們的軟弱 他們的墮落 而去影響了 我們對上帝那份的忠誠 對上帝那份的依靠 在上帝裏面 那份 聖結的人生 求主幫助我們 用我們 專注我們個人 和上帝之間的關係 免得 我們跌落了 無規限的人生 免得我們走錯了路 我們以聖經 為我們人生當中的界線 為我們信仰的基礎 為我們建立教會 一個聖結的標準 我們低頭祈禱 天父上帝求你 與我們同在 幫助我們 賜給我們力量 我們人很多時會軟弱 我們將我們 跟上帝你之間的關係 擺在不同的人的身上 不同事情的身上 不同形式的聚會 或者詩歌一些情感 感動我們的事情身上 而我們忘記了 我們要單單的 去親近你 去依靠你 天父就求你幫助我們 藉著對著聖經的認識 我們能夠知道 我們的信心 我們的信仰的基礎 在聖經的說話裏面 你提醒著我們 我們要親近你 求主你就幫助我們 去努力的 藉著閱讀聖經 我們親近你 藉著個人的討告 我們去親近你 求你與我們同在 當我們軟弱 跌倒墮落的時候 求你提醒我們 以著我們重新的 回到正老 讓我們有謙虛受教的心 被主你改變 求主你的說話 成為我們人生的子人 成為我們生命的方向 我們這樣祷告 奉耶穌的名 阿門